我 孟俊 这画的可是与九美人相逢的情节啊 当初迟迟不敢下笔 眼前似有重重迷雾 如今见到小九的真身 竟一下子变清明了 王爵 那今夜 月华宫 等磨干了 表起来 留在慕宁殿 是 你 缘分这东西真是玄妙啊 我与慕风蝶对我这般缘分 却与帝君无缘 哎 风九啊风九 你千万不要迷惑动摇 王军不是帝君 专心完成情节 让一切尽快回到正轨 不要多想 王军驾到 拜见王军 起来吧 九美人呢 王军 九美人正在梳洗 那本王就在这儿等他 九美人可还习惯啊 凭人用度缺不缺啊 王军 九美人今天才住进来的 是本王心急了 心急了 你替我留意着月华宫 平日里要是有任何的用度亏欠 直接到慕宁殿去 不要惊怒我旁人 来 拜见王军 快平身 都下去吧 走走走走 来 你是本王的美人 在民间这就是夫妻 不必据说 夫妻 小九第一次跟人做夫妻 有一些不适呀 母后答应你留在宫中 却要求暂缓册封 这些日子 委屈你了 百山肖危险 太后说的话 王军自然应该答应才是 再说 小九也不在乎什么名分 可是本王在乎 本王想把你的家人 都借到都城来 为母后消除疑虑 这样你也能尽快策封 你觉得怎么样 难道要我说父母去世 截然一身 这经历与我性子不合 言起来也颇有难度啊 万一露馅可就糟了 小九家在山野 并未入籍 再说小九的父母一直在云游四方 可能一时之间难以找到 哦 这样啊 那是挺棘手的 不过本王还是想派人去你的家中 万一遇到令亲云游而归呢 多谢王君美意 只是小九家 一直在荒僻之处难以寻找 代我先绘一张住所所在地形图 倒是再承语王君 是好 小九 本王越是看你 越觉得好看 人人都说晚节于天字国色 但我觉得这四个字 更为趁你 王君谬赞了 小九蛋当不起 你当得起 本王 并非贪图美色之人 但 自那自水中见你 便一见倾心 这种情侣 本王从来没有过 顶着帝君的模样说这样的话 谁能受得住 你这是在干什么 王君不是贪图美色之人 但小九是 还请王君不要这样看着我 你 你是第一个用美色来形容本王的人 怎么了 小九怕是染上了风寒 怕会传染给王君 那本王赶紧让太医来开个方子 不必 只是咳嗽而已 休息一两日便好了 那你好生养着 你尚未册封本王也不便久留 那本王改日再来 来 来 谢谢 不用送了 公送王君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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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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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走 我去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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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军 前方不远处便是晚云宫 要不要去看看晚节鱼 不必 晚节鱼的吃穿用度 你照顾好就是了 遵旨 起家慕宁殿 殿下 奴婢听说 王军新立了一个九美人 只是因为太后阻拦 所以没有正式册封 王军没有来看殿下 却 你昨夜毫无所获 请用心在这些消息上 后宫家里这么多 王军喜欢谁 跟我们有关系吗 正式要紧 还会是不灵俩就跟我们有关系